第九百二十六集 啊?没来? 楚风等了片刻 见到风平浪静 顿时撇嘴 仰头看着天穷冷笑 不过如此 有种再批啊 所有人都无语了 天节结束了 你还来什么劲呢? 可差一分 然而 一道青色雷光浮现 带着符号摇曳而下 超乎所有人的预想 轰在了楚风的身上 你还真来啊 这日楚风气急败坏的一句话 不是结束了吗? 怎么又惹来一道? 他浑身骨头都散架了 被重创到 差点死掉 不过 这一次 他接触的秩序碎片 比刚才还多一些 蕴含在雷光中 进入他的体内 他快速内饰 仔细观摩 接着 楚风又开始狂吸气 运转呼吸法 修补伤体 最后更是自己修正骨架 摇晃着站起来 开始施展闪电拳 虽然没有催动能量 但是 他的权益领悟更深了 造诣迅速提高 宛若练拳数十年 根本不像才接触没多久 如果被阳间的人看到 一定会大吃一惊 这并不是才入门 而是登堂入室 真正开始接触到这种神迹的精髓 这曾经是某个无上皇朝的最高庙述 初期还能入手 但是后来想要经验下去 将无比艰难 现在 楚风直接在杜劫时领悟 在雷光中的秩序碎片中 灵感迸发 势如破竹板 一口气将这种拳法的造诣 提升一大截 居然没死 还在练拳 诸圣子不愤 心中诅咒不止 觉得没天理 这个祸害怎么还不死 楚风消化这些感悟后 看着高天 来来来 老雷 有种你批我试试看 再来一道 此时别说圣子了 就是大黑牛老驴人都觉得他 好贱呢 这都结束了 却还在找事 想要遭雷劈 就是武当老宗师 吴启峰都无语了 在那里张口结舌 来呀老雷 你甚虚吗 有种 再批道试试看 楚风挑衅 站在岛屿上叫板 诸圣子 还有重伤未死的两个 金身层次的进化者 此时都想说 这个魔头贱人啊 老天你怎么不开眼 直接批死他算了 像是听到他们心中的祈祷 天空中 最终又轰下一道雷光 这是黑白两色 纠缠在一起的闪电 如同阴阳二气 这一次 楚风横飞出去八百丈远 身上不少血肉都震落了 骨头更是琵琶作响 断裂不知道多少根 他这次没装死 而是嗷嗷叫着 挣扎着爬起来 在原地打坐 开始吞噬黑白二气 在那里修复伤体 并迅速捕捉 进入躯体中的秩序碎片 这什么人呢 这样都不死 变态 被烧残的一群圣子诅咒 心中大喊 天道不公 这种接连挑衅天洁的人 居然屁不死 还有天理吗 就是两个金身级强者 都眼睛发直 盯着楚风半赏乌语 当楚风为自己震骨 摇晃着站起来以后 又再次开始调戏 口吐三字经 因为这不仅是因为 他心中好奇 还因为他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藏在闪电中的秩序碎片 不仅对他的闪电全神级 提升有巨大的好处 还能促进他整体修行语 进化妙处极多 他觉得再被批几次 有可能要从参峡境界 中期突破到后期 从初期突破到中期之上 他并不满足 然而这次任他蛇惨莲花 口吐白沫都没用 天洁不出现了 岛屿上方一片祥和雨安宁 三字经 这天下第一经文都不好用了 老雷 你真怂 楚风一脸鄙夷之色 进行最后的挑衅 然而始终没有雷光落下 无人搭理他 最后 他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盯着天空恋恋不舍 但他知道彻底结束了 这种姿态 这个样子 让诸圣子想骂娘 心里实在太不平衡了 心中不是滋味 实在觉得受不了 真贱 就是欧阳峰都在撇嘴 有点受不了他 远远的进行鄙视 狱外 一群圣人 大能 以及金身层次的高手 此时都带着笑容 觉得地球上的大战该落幕了 消息即将传来 想来不是全奸 就是全部俘虏 狱外 一味大能 手碾胡须 静等好消息就是 来自上百个进化门派的 九千多名进化者 一起出手 就是踏平这颗星球 都没问题 更恍乱是 对付几个小妖 我很期待 希望楚风那个魔头 也再不灭山 这样 就可以一意全功 覆灭所有余孽 嗯 向来外星体 原刺圣体 这些绝世体制者 将要在这颗复苏的星球崛起 闪耀无敌风采 照亮整片星空 造化属于他们 东海 不灭岛 天节结束 战斗落幕 楚风刺牙咧嘴 真疼啊 他刚才嘴见 一再挑衅天节 结果现在平静下来后 他觉得自己要散架了 事实上 他的确差点熬不住 浑身有好几个大窟窿 都是雷霆击穿的 至于骨头 不仅断了大半 有些都焦黑了 体表的血肉等干枯均利 更是有部分斑驳硬块脱落下来 简直快没人模样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虽然被批出真身 但是也没有人发觉 因为稚嫩的面孔上黑乎乎的 到现在连鼻子都还在冒烟 随着呼吸 耳有点呼喷出 也唯有一双眼睛还算明亮 其他地方 哪怕是耳垂都是焦黑的 浑身都被雷光洗礼 冲击的很彻底 楚风摇摇晃晃站起 他看着自己的样子 一阵无语 别说跟死人比 就是埋在地下 几百年的干尸都比他强 他全身上下都黑乎乎的 他紧张的低头看了又看 大鹏都差点被雷电考树 不远处 有圣子还活着 更有两名圣女 看到他鬼鬼祟祟的紧张模样 先是愕然 而后醒悟 最后脸红 全都想说 不要脸 看什么看 没见过万人迷吗 当心长真眼 楚风一本正经的呵斥他们 其实老脸微红 急忙找出寨衣 披在身上 摆出一幅义正言辞的姿态 两位圣女无语 其他圣子也无语 总觉得楚风是一个非典型魔头 有点贱 楚风不再理会他们 抬头望天 雷子 一路走好不送 当然 他是在确定天节彻底消退后 不会再出现时 这才以比一的姿态开口 因为再来两道雷霆的话 他估摸着自己撑不住了 已经快到极限 一群人看到后都很无言 这时 黄牛 大老黑 吴启峰 老喇嘛等人 已经狂奔而来 出现在天火雷音场域外 非常的关切 起初他们还很担心 急切的询问他是否有样 但很快话语就变味了 因为发现他真没事 不是老黑我说你啊 兄弟 你跟老雷指什么气啊 咋的 都快七成熟的牛排了吧 大黑牛挤对他 老驴也支愣着一对长耳朵 刺着大板牙 兄弟 要牢记前嫌的话呀 古驴说得好 装十三遭雷劈 从头劈到小鸡鸡 赶紧检查下 避免一火中身啊 楚风听闻后想打他 一道拳光划过天雨 老驴 多耳时斜飞出去 这可是 楚风刚在天结中突破后的闪电拳 多耳时让老驴四肢抽搐 上下较黑 在那里 呃啊呃啊的痛叫个不停 楚风拖着伤体 走到场域外 开始疗伤 黄牛 周全 拎着三个最重要的俘虏过来 正是外星体 无节身体 原刺圣体 三大无敌体制者 都被镇压 三人身上盯着长矛 被洞川挤出要害 都已经废掉了 因为这种人一旦给他们机会 绝对会立刻爆发 无比危险 在场的人 也只有楚风 黄牛 欧阳 蛤蟆 可以一战 其他人 肯定不是对手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